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姐遇到了害自己家破人亡的仇人 但是她没有任何证据 只能在后面和厨房里的大妈抱怨 大妈建议服务员毒死仇人 服务员当大妈是开玩笑 然而随着事件的进行 大妈却真的将服务员的仇人砍死了 这种事情看起来毫无根据 但却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平常看的新闻中 就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犯罪事件 明明没有什么关联 却在事件的一步步演化中走向了极端 第三个故事则是讲了 发生在荒野中两位司机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些像斯皮伯尔格的电影决斗 说的是两名司机 因为在路上的一点点不愉快 逐渐地演变成了生死的搏斗 最终两人同归一尽 而在最后警察看到烧毁的汽车中 两人亲密地抱在一起的骸骨 实在难以想象他们生前是在做什么 现在很多人都患有陆怒症 在到了脱离法治的荒野 就像在时针的无人区 人们开始释放自己野性的一面 即使是一点小小的纷争都演化成了生死的决斗 这种事情看起来有些荒谬 但却是有迹可循 第四个故事说的是一名爆破工程师 因为城市的道路上没有标明能不能停车 所以对于交管局将自己的车拖走的事情非常愤怒 但这是一个体质的问题 他除了愤怒之外却很难有什么办法 庄宇在因为这件事引发了自己丢掉工作和失去家庭后 他策划了爆炸时间 然而一切都是因为这起事件发生了转机 因为媒体的极度关注 城市道路的体质问题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而这位工程师也成为了英雄 赢回了自己的一切 确实有很多事情 我们很难用正常的思维去推向它的发展 因为事情的发展中有太多的巧合 我们赖以生活的规则在有些时候真的很无力 反而是在你极端的行为中 有时候会产生好的变化 最后一个故事讲了一个真爱的故事 在婚礼上新娘识破了新郎的外遇 出于报复心理 新娘找了婚礼上的厨子并进行了造人工程 新郎在目睹这一切之后几乎崩溃 在任何人看来这场婚礼都将以悲剧收场 然而最后新娘与新郎却一步步地走向了和解 互相拥吻 关于最后这个故事 除了真爱之外 我们实在无法接受其他的解释了 可能也没有其他的解释了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